上星期从西非返回美国之后 在纽泽西遭到隔离的护士西克斯 日前回到缅因中的加州 州政府打算延续纽泽西的隔离政策 要求西克斯自行居家隔离 并且准备向法院申请强制令 西克斯除了跟州政府打官司 还骑单车出门表达不满 在西克斯住宅外守候了两天的媒体记者 看到他和男友骑单车回家 立刻蜂拥而上 新闻画面中还可以清楚听到 记者因为边跑边采访 发出沉重的喘息声 不只是骑车出门 西克斯和男友还叫了外送披萨 老板接受ABC电视台访问时说 他们并不担心会被感染 不过小镇居民有的倒是吓坏了 缅因州政府卫生局指出 即使西克斯的伊波拉检验呈现阴性 按照病毒的潜伏期 他应该自主隔离21天 期限到11月10号 尽管西克斯和男友骑车出门时刻意选择较偏僻的小路 但州政府认为不能容忍如此挑战公权力 而不止西克斯的律师同批州政府 决策只是跟着恐惧的感觉 而不是科学的证据 联邦政府的医学专家 也以日前过世的伊波拉患者 汤马斯·邓肯维利 为西克斯的行为辩护 这场对峙的结果还不明朗 但美联社的报导指出 西克斯的律师和州政府有讨论过 比较不那么严格的隔离 也就是准许他出门散步或骑车 只要不到人潮拥挤的地方 或是和其他人靠近到大约一公尺的距离以内 就没有问题 记者徐家人报道